早安大家没想到吧 本来说好了割的居然没有割 我现在都沉浸于自己的高素质里无法自拔 昨天晚上去旅山家里暖房了 你们是知道的吧 发生了很多不堪入目的事情 这个家实在是太大了 我想找一个充电线 从餐桌走到沙发那边 感觉得坐高铁过去 昨天旅山在这个很大的家里 为大家准备了一些很精美的餐食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最后最受欢迎的是红烧肉和大馒头 就这个东西一上来啊 一帮网红眼睛都在发光 就盯着这个馒头还有这个红烧肉看 最后这一大盘馒头一个都不剩了 全被吃光了 然后大家还现场制作了一个红烧肉三明治 就是把红烧肉夹进这个馒头里 我当时看到那个场面很欣慰的笑了 感觉笑的可能还有一点词想 我们昨天都是站着在吧台吃饭的 那个场面看起来好像在卡丹山家聚会 吃的也都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干净碳水 嘴里说着一些很刻薄的话 喝到了早晨六点吧 送走了一波又一波人 只有我十三星和李山三个人一直坚挺着 连珍珠都熬不下去了 昨天珍珠看起来有一点双向情感障碍 据说因为昨天熬夜 今天起来都长黑眼圈了 所以真的人和狗都不能熬大夜 对皮肤不好 喝多了之后下厨是圣洁女士的一些例行routine 然后她就做了火鸡面 这个火鸡面看起来也是大场面了 今天起来之后先吃一块中毒的蛋糕 然后就吃了一个南昌拌粉 这家应该是叫做老街南昌拌粉 我每次都点重辣的 今天点的是一个鸭腿的味道非常好 感觉鸭肉好像天生就比肌肉要紧实一点 不知道为啥 但是我还是更偏向于鸡了 一些偏爱 今天的人设就是道歉 起来之后在小号大概向全世界道了三百回歉 我现在喝完大酒的第二天 就是会疯狂的说话特别吵 把身边所有人都吵死 然后在晚上醒酒的时候整个人就消失 白天在群里唠叨了一天 晚上直接回了一句 我不想再回群消息了 然后就睡了 今天也是蛮忙碌的一天 早上起来把该闯的货都闯了一下 把该撒的谎都撒一撒 把该得罪的人都得罪一遍 然后就开始惊吓心来看托斯推伏机 以及吵我的所有朋友 本来今天有一个广告是要配音的 一直在被催 然后我就说我在等嗓子 现在还是一个唐老鸭的模式 可能等一会就变成百灵鸟了 等到了晚上也没有变成百灵鸟 我真的希望下一次喝酒的时候 不要再那么吵了 今天第二餐吃了这个 塞狗塞狗的黄糖奶油 味道还不错 有人跟我评论说 昨天的小红说到底是在阴阳 其他网红呢 还是在阴阳自己呢 我觉得吧 还是不了解我 我这个人是阴阳所有人 阴阳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 我的原则就是 谁都别想好过 今天在杭州的家里待着特别无聊 完全不知道该干什么 把身边所有人都吵完了以后 一生的能量还没有用完 于是就开始抄歌词 想不到吧 我真的是一个很有先进雅志的人 最近很喜欢西安琪的这几首歌 于是就把歌词给抄了 我觉得我真的应该算是 市面上最奇怪的网红了 我现在酒已经完全醒了 所以又进入一个安静的模式了 现在谁都不讲理 今天就先这样了 准备待会直接出发回上海了 大家晚安 别来吵我 我已经不是白天的我了 别来吵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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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